国民党们这些大佬 包含党主席朱立伦等 应该在7月23号 一定要让国民党内争平息 平息的最好方式 就是韩国瑜 郭台铭 跟侯友宜三人能够同框 以示团结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韩国瑜 6月17号 过了65岁的生日 到了66岁 在他生日 他席开六桌 总共有40多个人去参加 包含了他过去的部署 高雄市政府的同僚 也包含了胡志强 也包含了张龙卫 也包含了谢点灵等人 就是张化县的县议长 总共有40多位人士 参加了韩国瑜的庆生会 一方面韩国瑜在庆生 另外一方面 侯友宜在拜见联赞 那很多人建议 是不是在韩国瑜 生日的当天 你侯友宜拍段视频啊 或者祝贺的话 还有跟他通联 用电话通联 但是侯友宜现在神隐 他为什么神隐 倒也不是为了韩国瑜 而是为了侯友宜要到台大 去参加学生座谈 那换句话说 韩国瑜跟侯友宜 这两个人究竟什么时候见面 已经引起了国民党 蓝营基层的交易 那当然这里面 有所谓的立院党团 声明中说 很快就会见面 那换句话说 他们现在正在安排 韩国瑜跟侯友宜见面 韩国瑜跟侯友宜见面 能解决各种问题吗 其实在香港的朋友 在台湾的朋友 甚至于大陆的朋友 都问我一句 国民党为什么到了今天 还是搞到这种地步 王不见王 他说他们并不期待 侯友宜跟韩国瑜的见面 能够拉抬侯友宜的身世 而是希望在7月23号以前 他们能够看到侯友宜 郭台铭 韩国瑜 这三位王不见王的 国民党的大咖 能够聚在一起 由郭台铭跟韩国瑜 把侯友宜的手伸起来 高喊当选 象征团结一致 下架民进党 所以有大陆的朋友也问我 香港的朋友也问我 他说既然我看得那么清楚 为什么不去促成这件事 确确的说 韩国瑜跟侯友宜的见面 已经是难上加难 那所谓难上加难 就是说侯友宜跟韩国瑜之间 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仇怨 那至多是侯友宜当年不支持韩国瑜 但是在下架民进党的理念之下 他们都是国民党 那应该见面 但是我就必须我要说 韩国瑜的庆生会 你侯友宜至少也要表示吧 但是侯友宜身边的人 却往往会往反方向思考 好认为大家都在帮韩国瑜庆生 我就要找一个机会题目去拜见连赛来平衡一下 那事实上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这个想法是错 今天侯友宜他要拜访的对象 已经不是所谓的大佬们 大佬们是在他提名之前就应该去拜访 当然也有很多人跟我说 韩国瑜提名之后也没有去拜见这些大佬 但是两个人的声势不一样 过去韩国瑜的民调一直维持到七月 都胜过了蔡英文 我讲的是2019年 那换句话说 国民党就有这个信心 但是国民党因为内斗 斗到了最后 反而通通都输光光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韩国瑜跟侯友宜 他们的见面是理所当然 但是另外一位却不是理所当然 这三角恩怨就是一个郭台铭 所以我经常的讲 就是七月二十三号以前 国民党应该把这个内斗的局势完全化解 否则的话 这种事情一拖再拖 一拖再拖 一拖再拖到最后 我可以告诉各位 重蹈韩国瑜的负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民党们这些大佬 包含党主席朱立伦等 应该在七月二十三号 一定要让国民党内征平息 平息的最好方式 就是韩国瑜 郭台铭 跟侯友宜三人能够同框 以示团结才能下架民进党 但是就我所知 韩国瑜 郭台铭愿意见 郭台铭愿意见谁 见韩国瑜也愿意见侯友宜 但是国民党要提一个交代 就是在争选提名过程当中 你国民党必须要为 自己的三心二意付出政治代价 那换句话说 只要侯友宜 只要侯友宜 郭台铭跟韩国瑜三人能够同框 在全代会之前同框 全代会之后 大家也能够携手共进 才能够让侯友宜的民调起死回生 否则事情一拖再拖 当年2019年 就是一个最好的复册 请不吝点赞 订阅